好,我叫Keev,是香港Spanning Race的分靈組代表 在2018年開始了我第一場Spanning Race的運動 亦拿過三次分靈組的冠軍 分別在內地、在台灣、高雄、台北都拿過 Spanning Race涉及很多跑步或上肢的機力訓練 對於上肢的訓練,我會做很多Push Up、Pull Up、Chin Up 這些強化前臂、二、三頭肌、背肌的訓練 另外,在腳的力量方面 例如有些Stone Carry,也非常大重量 我亦都要做很多Squat、Dead Lift這些動作 去強化下肢的力量、內力 我記得有一次玩Spanning 多數我都會看自己的Pacing、心跳等等 他一看就已經爆了 已經看不到任何東西了 所以就沒得用那隻Pull 就靠自己的感覺去完成這個比賽 我用了一段時間T-West Pro 這隻Pull有什麼特別呢? 這隻Pull抗壓的能力很好 我用了它一段時間 螢幕錶面都沒有花 沒有說有什麼撞過的痕跡 因為我本身Training 都會偏向在戶外 做很多Course Training 經常會有high high碰碰 另外還有GPS都很準 路線、看地圖都非常準確 心跳、各種東西都不會突然感受不到 或者突然飄到很高 又很不正常的情況 這隻T-West Pro 令我最深刻的特色 就是它的續航能力很高 例如我以前用其他Pull 可能要三、四天 就已經充一次電 今次我隔了一個星期 都還不需要充電 還在用 我覺得這件事很好 續航能力 對我們這些可能 經常都忘記了充電的人 這件事非常之好 我會將T-West Pro 特別推介給玩Spartan Race 長跑、長的越野跑 例如偽行者 說的是50公里、100公里的內力賽 我非常推介 因為可能 玩手都可能十幾二十個小時 其實很多Pull都做不到這個續航 這隻Pull是絕對做到這個續航 因為它的續航力比較高 亦都有非常好的防撞的保護能力 性價比較高 我特別推介這隻Pull 給大家 有興趣試這隻Pull的朋友 不妨可以買來試一下